为什么很多人炒的生菜不是发黄就是发黑 原来是方法不对 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今天我来分享炒生菜不发黑的技巧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今天我们做的是一道广东风味特色菜 辣椒腐乳炒生菜 辣椒我们就用青线椒就可以了 给它切成薄的片片放碗中备用 再搞点蒜末不需要剁得太碎 再搞点生姜丝放在一起 往里面加入四块腐乳 也是这道菜的灵魂 这个腐乳汁也加一点 加入半勺味精 再来半勺鸡精 当然担心味精中毒的也可以不加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酒 起到杀青的作用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用筷子把腐乳给它碾碎 充分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这个料汁就提前准备好了 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首先锅中加入一勺清水 烧开暂时盛出 倒入碗中 备用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半勺植物油 勺子推动 让油受热均匀 也能润满锅壁 接下来这波操作非常重要 它是炒素菜不发黑的绝窍之一 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千万不能炸盐 开大火把油温升高以后 左手拿水 右手拿菜 左右开工 同时下锅 然后用膝盖把火调到最小 这个节点如果不关火的话 就已经着火了 当油烟飘走了 也就安全了 然后用膝盖把火调到最大 来一顿猛如火的操作 翻炒十秒左右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高温的油和高温的水 参在一起产生一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 这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经过铁锅的蒙炒 就会被吸附在生菜的表面 使得这个叶粒素瞬间被锁定在这里 生菜出锅 控油控水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的猪油 炒素菜 加点猪油 是非常香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勺子推动 让猪油受热均匀 快速升温 同时润满锅壁 油热以后呢 下入事先准备好的料汁 给它煸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香味以后呢 下入刚才炒过的生菜 转最大火给它继续蒙炒 这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 不仅能锁住青菜的叶粒素 让青菜不发黄不发黑 它经过铁锅不断的蒙火快炒 还会产生另一种化学反应 而这种化学反应呢 就是我们行业里面俗称的锅气啊 蒙火快炒十秒左右 出锅 广东风味 辣椒腐乳炒生菜就做好了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啊 做这道菜要记住三个点 第一锅要蒙 第二油要狠 第三动作要快 按这个方法炒出来的生菜 不发黄不发黑 永远保持翠绿爽口 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同样方法也可以炒空心菜 也是不发黄不发黑的啊 赶紧动手做起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在评论区等你